以前關閉影響傳統市場的消費賣去 六江町公司創建下台的第一市場 早期以及割菜市場頂三的公佈市場 來基盤連合行消瓦東 十三回再去 町長康智鴻 更加是親自來購第一市場 來發送抽中館和團賞 也向民眾選擇 消費交萬一百塊 就能參加抽中 六江町長康智鴻公司團隊 來到第二公佈領事場 發送抽中館和團賞 事前已經影響 船長生理多減少的影響 希望叫郵中華東 來賜丁菜局 提醒消費閉起 帶動冷調水流 因為這個疫情的關係 我們獨天三個市民 這個傳統市民 可以說受到一個很大的衝擊 所以我們公所就推出 振興市場的一個計劃 可以說公所辦的 購買百元就能換取一個摩采券 來抽獎 或是鼓勵我們鄉親 可以到我們去市民 或是這個雜誌 還有市民 大家來拆圍最新建的這個好物 回家來做一個烹飪 所以我們公所也推出這個價位 可以到這位的商品也非常豐富 有這個兩部的公共路的機車 還有iPad 電池電視 可以說商品非常多 歡迎我們好朋友 可以來到傳統市民 來做一個採碼 可以說沒那麼多 中獎機會越多 可以說一百元 可以換市民的這個摩采券 幾千元就有十元 所以歡迎好朋友 可以來到傳統市民 來做一個採碼 我們非常感謝我們許政長 他非常了解疫情過後 我們市場生意受了很大的影響 他對我們這個地市場 特別的照顧 然後希望就是辦這個活動 來刺激買氣 然後增加一些業績 然後我希望客人 來拜託一下 大家來來加消費 可以摸財抽大獎 公司和團雄合作出銷 消費者求班儀 如果到採集要買東西 就有機會將咕咕摟 電腦、便箱、iPad 跑回家 這個島主補修率 好像不錯喔 大家好,我是馬鈴貴英 樓港彩虹報道 謝謝 謝謝 非常感謝 評論 阿葆 主持人 市場 神村 神村